我,我就是曹公 对 恭喜曹正元,贺喜曹正元 曹正元 曹正元 是的,金科正元郎就是曹公曹正元 小的是特地来报喜的 恭喜曹正元 曹大哥,赶快给他打赏 扑他起来啊 快起来吧 小小意思 多谢正元公 曹二哥 恭喜你成了金科正元郎了 小语 谢谢你 跟我客气什么呀 曹正元 马车已经在外面备好了 皇上有旨 即刻出发 禁见面胜 曹二哥 还等什么 打回去啊 我在这儿等你 那我就先去了 走吧 公子请 太棒了 曹二哥成了金科正元郎了 这下小语我可没白忙啊 公子 你可要开心死了吧 皇上有旨 宣新科状元曹公 榜眼罗锦贤 探花 盐韬 静电 监weder 凤天 以为何国人都借过 民众之审划 静兰弗 赞兰卓 谁 除了 谢文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主隆恩 罗卿 严卿 臣在 你二位就去立部等候官职吧 臣遵旨 谢文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就先退下吧 荆轲壮远曹公 臣在 你就去偏殿候着吧 臣遵旨 退朝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您留在这儿等我 是 启禀皇后娘娘 清科状元曹公道 宣 小的遵旨 皇后有旨 宣曹公进见 陈曹公 叩见娘娘 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身 谢娘娘 曹公 你是何方人士 回娘娘 臣乃 臣乃光州人士 那你家住哪里 臣乃光州城外 曹家村人 曹家村 那你爹娘叫什么名字 回娘娘 先父曹德 先母是曹王氏 先父 先母 莫非你爹娘已经 回娘娘 臣幼时 不幸遭遇 洪水侵袭家乡 臣和爹娘 被大水冲散 臣的父母 已经先世了 那你家中还有何人 家中还有一个大哥 你大哥叫什么名字 臣的大哥 名唤曹友 除了你大哥之外 你还有什么 其他兄弟姐妹 回娘娘 家中 再无其他兄弟姐妹了 怎么可能 怎么会没有 其他兄弟姐妹 你不是应该 有个姐姐吗 姐姐 回娘娘 曹公确实有个姐姐 名唤曹英 但姐姐在她 十六岁那年 被选为绣女入宫 从此离开家乡 杳无音讯 所以 你姐姐在入宫之前 是不是绣了两个荷包 给你们兄弟 一个绣着友子 一个是公子 娘娘怎么会知道 我有这样一个荷包呢 你把荷包 给本宫看看 你把荷包 没错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曹公 你看看 你看看我是谁 你看看我是谁 为什么不敢冒犯 本宫恕你无罪 你抬头看看我 是 你真的是曹公 我认得出来 我认得出来 娘娘 你看清楚一点 本宫到底是谁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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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逼我 公平 姐姐 不要进宫吧 我舍不得你 姐姐也舍不得你 姐姐昨夜 连夜赶了两个荷包 你们两个留着 就当是姐姐留给你们的纪念 姐姐 姐姐 娘娘你是姐姐 没错 我是你的姐姐曹英 姐姐 公平 这是 这是老天有言 终于让我们姐弟可以相认了 姐姐 姐姐 我跟大哥真的好想你 没想到今天 竟然当了皇后娘娘 娘娘 卫生刚才冒犯娘娘 还请娘娘恕罪 公弟 这里是偏殿 只有骨肉清晴 没有什么精神之分 快起来 起来 这么多年没见 你真的是长大了 而且长得一表人才 还学服务车 中了状元 你真是我们草家的荣耀 姐姐 小弟也没有想到 当今的皇后娘娘 居然是姐姐你 姐姐 那小弟的新科状元 你放心 你这个状元 是皇上育碧清点的 跟姐姐没有关系 是小明 发现你是曹家村的人 所以赶快来告诉姐姐 姐姐才奏请皇上 皇上恩准你和我见面 好让姐姐看看 你是不是我弟弟 对了 有弟呢 姐姐 大哥为了我 才是历尽心酸 吃尽苦头 大哥他 真的是个好大哥 如果没有大哥 就没有今日的我 想不到有弟 居然为了姐姐的一句话 叫他好好照顾你 吃尽了苦头 我 爹 娘 女儿 女儿不孝 没有办法在你们身边 照顾你们 女儿会在这侯宫中 为你们送经祈福 希望爹娘在天之灵 能够得到安息 爹 娘 曹公已经高中状元了 必和姐姐相认 爹娘在天之灵 就放心吧 他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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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